4月20号,草一金工作室晒出了一家三口的铜矿罩,并用Sugar的语气跟粉丝打招呼 大家好,我是一小Sugar,我已经顺利出院了 照片中,唐宛与女儿躺在冰床上,草一金站在一旁深情望向女儿 而在前一天,草一金老婆唐宛在微博发文,她把苏了 她就这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面试着,并配上了图片 照片中,草一金穿着家具服,才出生两天的女儿趴在草一金身上 一只眼睛睁着,一只眼睛闭着,唐宛女儿头部侧向一边 软萌的眼神确实让人感到十分可爱 居然在17日,草一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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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喜得千金 宝宝小明,Sugar,寓意甜甜蜜蜜,重六斤三两,母女平安 草一金还晒出和宝宝在产房的照片 新爸爸也迫不及待地分享了孩子的照片,脚印和一家三口的合影 并且心疼表示,老婆辛苦了 在15日傍晚,草一金就在朋友圈发了孕妇在医院的待产照 郭文称,预备,隔就各位 据悉,唐宛选择生产,生到后面已经筋疲力尽 一只建议使用产鞋,担心妈妈不让 因为担心对孩子有伤害,没有力气了 都称着最后一点力气坚持自己生产 以至于全程陪动唐宛生产的曹云金感动泪崩 感慨,产妇太不容易了